朋友们你们记不记得有句话叫做什么呢 再不努力的话 以后呢国产车咱就买不起了 只能开个BBA了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合资车降的真的是价格比较狠 那同样呢在二手车市场里边 合资车其实它的价格也不怎么占优势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款车型 它就是雪芙兰的科沃兹 那在我身边这款科沃兹呢 它是18年的车型 但是呢到现在它才卖多少钱 才卖4万出头 你想想雪芙兰的车 它现在到底是怎么了 这是个个人一手 然后镜头里边可能看这一面 是吧 大家觉得它是比较新的 不过你镜头再近一点一看呢 其实它的前杠这边是有裂痕的 也就是说它这个前杠呢 其实之前是受过挤压的 包括这个大灯 是吧 有划伤 所以说这得做个抛光 然后包括它前几汤盖上啊 这边都得做一个抛光处理 然后呢 这一块啊 稍微有点掉漆 是吧 用补漆笔点点就行 不过我不太懂啊 它这一块是为什么划伤了呢 所以说大家要买回去啊 你可以从那个网上自己去买一个这个把套啊 然后花不了几十块钱啊 整个呢 外观主要是集中在前脸方面啊 后边这一块呢 它也是有这个磕伤的应该是装东西装的啊 行吧 外观呢 其实说煤大有什么大毛病啊 咱们到车内看一下 这个车内饰还是不错的啊 内饰保持的比较新 是吧 来看看这个植物座椅啊 煤大有什么滑伤 是吧 你看 包括这一块啊 它这一块之前应该是加了个扶手 然后拆掉了啊 你看这挡伤呢 也没有什么磨损 所以说啊 这个车它的公里数应该不会太长 那整个的外观和内饰呢 咱们简单看了一下 那具体这个车是什么车框呢 咱们让评估师来给他们说一下 删总啊 来介绍一下这款科沃兹 OK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18年的科沃兹 首先这款车搭载了整个家族设计前脸 我们可以看到它和麦瑞宝 是完全一样的一种风格 是一手车 呃 仅有三件补漆 仅有三件划痕补漆 原版没有事故啊 原版没有事故 同样这款车来说的话 虽然我们看着看到 这款车的配置比较低 但是 带天窗 自动挡 然后只跑了8万公里 一手车只跑了8万公里 好嘞 那把车开起来 这个大瓶是后装的吗 对这个大瓶是后装的 呃 车主给了一个行车记录一款的大瓶啊 我们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但是觉得这个 包括这款车来说的话 你说呃 雪佛兰科沃兹 我们要追求它的通过性 稳定性还是操控性来说的话 没有什么追求 这款车就是一个小姑娘代步工具 这个非常轻盈 方向盘很轻 油门很轻 这个换档也比较平顺 这就是它的最大优点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的话 美系车的性价比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行 我们像跑的速度还挺高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方向盘都没有什么震动 是吧 这个底盘确实没啥毛病 哎 果然是个人精品小车 哟 还带车辆跟踪的 这小方块 你看看 哎呀 这个大屏可以玩一阵哎 自动检测了 不是 我感觉这个家装的大屏啊 就类似于一个简装的ACC自行巡航 然后能够更好的为车主呀 提供种的车道偏移 以及车况前后距离的一种提示 安全第一嘛 哎 你说原车主装了花不少钱 但是卖二手车就很合适啊 对呀 这种二手车嘛 基本上 呃 就是属于前人种树 后人乘良这种状态 大家发现了吧 我们刚刚啊 这个把车开起来的时候 无论是它的发动机 变速箱 底盘啊 确实很整 所以说呢 这个车真的是没有毛病 你想想哎 四万多块钱 买一款合资车型 是不是比较爽呢 嗯 嗯 嗯 你